鼓中組甲棋排球聯賽25號告一段落後 26號開始進行高中男女子組六強賽 去年遭到中山公山阻斷三連霸的東山高中 今年捲土重來試試重返農藥 在第一場跟芳寮高中賽事 雖然開場時綁手綁腳 但調整狀態後 全隊攻擊跟防守也逐漸到位 有把壓力拿掉處理掉 然後在沒有壓力的狀況下來 來適應這個場地 因為這個場地大家都是第一次來做比賽 對 所以說他們今天還有70分吧 就是希望自己的狀況可以到最好 最後一年了 然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 把自己想要的冠軍拿回來 近1060年獲得第四名家機 芳寮高中克服身高劣勢 時隔兩年再度擠進六強賽 雖然身材劣勢 讓球員無法有效抵擋對手扣殺 但球員靠著積極防守 縮短分岔 今天至少沒有慌亂 但今天其實說打得不錯 因為說實在他們的 在大場面的比賽 經驗沒有到很多 把自己一年所練的東西給發揮出來 這樣子 因為對方都身高比較高 我們就是身高也比較矮 所以攻擊 在攻擊上面就比較吃力 就只能靠反守 中場東山高中以此洛山 擊退芳寮高中挺進式強賽 遠時新聞 虎順歐六七北新莊採訪報導